蔡英文中研院长翁启会 还有艾滋病权威和大英四句头齐聚 四年前为宇昌生计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当时热闹庆祝 不过现在却被国民党爆除 蔡英文担任董事长投资宇昌生计自肥 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翁启会11号出席研讨会 公开为蔡英文喊员 她表示现在公开舆论对蔡英文不公平 不要连累无辜 而且当时蔡英文只是帮忙 资金到位就退出 不过对外界质疑 国发基金投资预偿生计 根本是黑箱作业 否则为何列机密文件 翁启会则表示 可能当时有其他公司在争取 美国生计公司以商业机密 要求资讯不公开 当时她知道之后也很压抑 认为国民党发动的舆论 对蔡英文不公平 从未针对涉及政治议题 对外发言的翁启会 也罕见对外发表 挺蔡英文言论 三连经文刘品嘉潘兆文 台北采访报道 希望未经许更是可言的 我们ology计则是可言的 这些东西是可言的 联盟gers 我们联系他们的 推荐